10月15日 吉林长春飞跃路 网友拍摄汉工 正在给该路段的树坑 安装钢筋护栏 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可以看到 有工人在路边的树下作业 旁边的树坑都已经被焊上了钢筋护栏 有网友表示 自己家周围也有类似的情形 不理解这样做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是怕别人偷树吗 当地园林部门回应 这是对树的一种保护 是按照视力文件要求做的 这是对树的一个保护 但是这个是什么事 一个视力要求我们能做的 相关问题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答 我们也刷入文件系列就行了 感谢观看